哈囉各位各位大家好我是蝦白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玩我們的虛無臉精師 我們今天要來一樣參觀下一個神奇的世界 我們基本上呢這個世界只剩下等價交換的部分 不不不 剩下虛無世界的部分 我們要去過所有虛無世界 然後攻擊弄壞那裡面的BOSS 在這期間呢因為這陣子真的是比較忙一點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小小的系列 一起來穿插一下我們的這個頻道的那個影片更新 希望大家還會喜歡 反正就是繼續會出那個minecraft的影片 然後不一定是模組 就可能是不同項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你們最想看到的是 minecraft的什麼樣的系列 像可能你是你喜歡解謎 你喜歡模組 應該是大部分都是模組 對然後喜歡什麼樣的模組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 可能就是會投票啊 然後就看一下你們最喜歡哪一種 我們就可以重新再為那個系列 重新再開一個新系列之類的 或者是有新的東西在另外拍不一定 好啦 那麼我們就有 就就就就這什麼東西 嚴峻 嚴峻低柄 那個看起來好像是某種奇怪的道具 反正不重要 我們要開始要打開下一個世界 OK 下一個世界好像是比較簡單 我們去過地獄嘛 去過赫爾維帝 去過深層 去過爵士 還沒有去過傳說 傳說說 我們去過赫爾維帝 做的下一個是 在赫爾維帝的樹林高處使用近戰殺死一隻佛來 近戰 何謂近戰 用刀 弓箭 應該也算 然後還有這個玩具世界 使用赫爾維帝的戰擊殺死一隻小丑 所以我們還是要用戰擊殺小丑 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從這一圈全部逛我的話 最後一圈應該就是來自 傳說 需要用空白純寶石與主世界的每一種樹苗做結合 空白純寶石 那等於說這個東西是可以合成的 哦 有 這個叫傳說純寶石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 這個什麼 塞爾維 純寶石 它是用 黑暗粉末 血之石 螢光石 鬼魅花 魔法修復液 這些東西看起來怎麼那麼 哦 那麼複雜 原來 那個世界 這個世界好難哦 然後 啊 血之石呢 是來自 血之塊 然後 用血之 血礦來做出來 這個感覺很像是來自深淵 或者是某種 帶有一點 血液的世界嗎 還有一個世界叫虛無純寶石 它要的材料極為複雜 哼 也還好啦 但就是 不是那麼好取得就對了 那我們先來做這個傳說 我們需要橡木 滑木 山木 叢林木 相似木 黑橡木 OK 那我們就從這個 好的 我們的 我們的賢者之石有辦法可以幫我們做到轉換樹苗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拿樹苗出來換一換就可以了 我們先大量複製這個 然後 這個 然後 這樣 欸不是啊 我剛剛 嗯 怎麼轉換 我偷看一下 呃 世界轉化 山木樹苗會變成叢林木樹苗 知道怎麼怎麼轉 沒有寫 它沒有寫要怎麼轉 山木樹苗 還是說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只有單一種樹苗 其他的樹苗是必須要 可能要 自己收集的 也還好啦 我們就自己自己去外面收集吧 它好像是說可以轉化只不過應該是這樣轉化 我在猜 拿著這個賢者 這個賢者之石然後對著樹直接右鍵 這樣子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對對對 它應該是這個 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 輕輕鬆鬆的來把這個樹苗的部分給 給給給給給弄完吧 喔有了有了有了 叢林木 再來最後一個是我們 這個比較麻煩 它是相似木 然後它是一個 算是在沙地的一種地形 有了 這就是最後一個 木材 就是相 相似木 來來來來 相似木 木木 好 那我看一下它怎麼開 嗯 拿著這個空白純寶石 然後 橡木 黑橡木 滑木 山木 叢林木 以及相似木 就可以做出一個空白純寶石 請問您在做什麼嗎 土大愛 goodbye perfect 走 我們回家吧 快速回家 快速開門 我再也不要去那個什麼晶體世界 我覺得晶體世界超級複雜 雖然它 感覺很厲害 可是 晶體世界對我來講 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 如果說單獨以正常的minecraft冒險來講 它確實是可以 當成是一個冒險的地方 嘖 我其實突然也會想開一個系列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太 呃 太 太強嗎 還是怎樣 因為 我覺得 呃 虛無世界的東西都很 都很值得挑戰 不過我們玩的東西 算是用等價交換來玩 好像 好 好像有點太簡單 我在想 可是又感覺 嗯 再說好了 再說好了 走吧 Wing 旺雀的時代 哇 這個是果樹嗎 樓下 欸 欸 很可愛耶 這個世界好棒喔 它有可愛的老虎 我看一下 我要先 新增一個家 新增一個家 這個家只是純粹拿來看位置而已 它 它 它其實也不能幹嘛 這裡有好多可愛的動物喔 我看一下 你是 你是 你是胎哥 對不對 我看一下 欸 真的耶 不對 看起來很像 看起來 喔 它是劍石虎啦 眼睛好大好可愛喔 正方形的 超巨型蝸牛 我記得它這個巨型蝸牛是 呃 黏翼好像會 好像 對對對 黏翼有那個附加效果 這其實很可愛呢 這其實都很可愛 它們這些小動物 啊 只不過它們好像 好像感情不太好 容易就是 傷到對方這樣 之類的 我覺得這邊應該很很快就會 滅絕之類的 好像 快速的回到了什麼 遠古時代一樣 這個這個這個遠古時代 為什麼它的牙齒長反的 你們有看到嗎 欸不對 喔 那個大象 喔 欸 對啊 你們看那個大象的牙齒 它是什麼象 它叫做 孔象 好吧 我可能那個 恐龍學 並沒有什麼學得很好 因為 我只在乎比較 有趣的動物 像是它那個 孔象 我是不知道什麼 它的象牙怎麼會是長反的 還蠻特別的 這邊看到一棟 很酷的建築 我來看一下 這個這個石頭也太可愛了吧 開語神廟方塊 看一下喔 這是一間神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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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給一個這樣子的 特效是 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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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怎麼了 地板有東西嗎 呃 這是一個迷宮嗎 我是不會受傷 但是 嗯 看起來非常的深耶 而且我還是持續coach 是不是 哎 嗨 巨角鹿 安 它應該也是迷路到這邊來的吧 我在猜 還是這座神廟其實是倒過來放的 就是 哎 不算倒過來 就是它買得太深 哎 怎麼 怎麼效果變多了 哎 這個一般玩家掉下會死吧 是我不能踩到這個是不是 啊 OK 我挑戰看看 如果說我不要踩到呢 蛤 有有有 不踩到的話 其實就沒事 它那個有長 長那個類似鋸齒撞的東西都是陷阱 對 它都是陷阱 但是 我現在有個小小的疑問就是 我目前已經 哦 在這裡在這裡 我害我走錯地方了 我走 我以為我走錯地方 看一下哦 最後會走到哪裡呢 哦 哎呦 有魔法的怪物了 有魔法的怪物了 哼 拜拜 拜拜 哎 掉了一個奇怪的羊齒 象牙 可以拿來合成 藍寶石象牙燈 或者是做成天然紫象牙 呃 有沒有類似什麼召喚物 骨質號角 這個 可能 哎呦 它下面有寫 喚醒遠骨的恐懼 所以 需要一個象牙 然後 骨族碎片 胸骨碎片 這些 然後它可以做成杯子 為什麼啦 它是牙齒耶 做成杯子幹嘛 好 目前 我得知了一個線索就是 這個東西 那請問你們是在 拜拜 對我進行砲轟嗎 哦好 拜拜 各位晚安 拜拜 OK 好 你們這些怪物真的是 小塔氣 小塔氣 可是其他的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取得 我看一下 還是點它一下可以 頭骨碎片 綠恐龍 世界深層 或者是頭骨碎片礦 也許 欸等等 需要絲絲之處 我剛好有絲絲稿 所以 哦 我懂了我懂了 我們要挖礦 哎呀哎呀 又中效果了 又又又中效果 那 我們就 直接不好意思的 來破壞這個地方啦 來我們破壞一下 我們破壞一下 有 欸 欸 這麼深喔 它 它這麼深喔 那我要開到最強 哼 哦有了我看到骨 欸等一下 冷靜 我卡尖 我差點 我差點直接掉下去 我差點直接掉下去 有了頭骨碎片 我先試試看 這個是 這個是沒有絲綢的 看我挖不挖下來 有了我拿到了 這是 頭 然後骨族 它需要整個 整個的什麼樣的材料才能做 嗯 頭骨 胸骨 腿骨 跟 竹骨 所以我們還缺 胸骨跟腿骨 還可以做成骨功耶 自然骨 它是 彈料是箭矢 14的平均傷害 看一下 你是 一樣 也是一樣 我需要別的部位的 請問別的部位要是去 為什麼都是掉頭一個地方啊 還是其他 還是其實別的部位的要挖別的東西 可能 單靠挖這個是不夠的之類的 也有可能 先在這裡 把它按掉 欸 嗯 沒有 然後這東西沒有EMC挖設定一下 不然它好煩 我們來 繼續 看看 嗯 也許把這邊的骨頭歪挖 可能就會抽動 因為它其實還是有機率的 只不過就是 機率可能比較低 但是我剛剛挖的是什麼 好像沒看到東西 欸不對 哎呦 它的胸骨機率好像真的是蠻低的 欸 頭骨 然後 竹骨跟 啊 我知道了 等一下我看到背包啦 所以 欸 有了 有了 有胸骨 有胸骨 頭骨 竹骨 胸骨 還一個骨 咕咕咕咕 咕咕 腿骨 Let's go 腿骨 OK 腿骨 我 我是不是挖錯了啊 沒錯 我挖錯了 我用一般的稿子就可以了 好像有看到 沒有 都 都是別的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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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棒子 Please 我要棒子 這樣講起來很奇怪 但是 我要棒子 我其實可以直接這樣子吸耶 因為它其實還是會保留 還是要保留 你要的部位 其實 你看 抽到了 有沒有 腿骨 嗯 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部位都已經 完成了 那我們就把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東西給 做出來 不是你 做出來吧 有了 骨質 號角 這個骨質號角呢 就是 你只要按著它 它就會用吹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召喚出我們的BOSS出來 就是非常的 簡單 其實在這裡還有一個怪物 但是我好像還沒有 哦唷有有有有有有有看到了 它是 它是綠 綠蜥鱗 還有這個是 有一個怪物叫 綠恐龍 我們在那個看 合成表的時候 有看到一隻叫 綠恐龍 可是 它在 哪 沒有看到半隻 是 綠恐龍 看一下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我想要看一下這個金字塔的那個 那個什麼 解剖圖 我們 直接 這樣下去 我們看一下有多深 果然它的遺跡什麼的其實大部分都在下面 不過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用 那個等價交換直接把那邊直接挖破一個大桶 好了我們就開始吹響這個號角 來跟BOSS來場親密的約會吧 來跟著我一起吹 各位小朋友們首先把你的手握在這個號角上 然後吹 OK你在哪裡 他叫地獄領主但我卻哪裡 你在這個地洞三條中受傷了 有嗎我我沒有啊 我還是可以飛啊 你看我飛得好好的 我剛好看到有一隻綠綠的東西 請問你是 請問你是Mr.BOSS 哦是他哦 哦你 我以為 哦我以為他他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 沒想到你才 可是他血量不到2000耶 我們之前你看那些怪物身上的血量就只有大概 大概好像三三 欸1500多而已 就只有這隻是2000耶 算是蠻多的 只不過 看起來非常的沒有BOSS的感覺 可是他很帥 他很帥 他是蠻帥的 你們看他長這樣 那個帶有翅膀跟那個三個 三個那個腳這樣子 是蠻帥的 是還蠻帥的 只不過就是 太小了 對他太小了 加油 小朋友加油 加油 加油你可以的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撐得住我的嘴盾嗎 可以嗎 行嗎 你看我大噴大大色特色 你Hold得住嗎 嗯 嗯 哎呀看起來還是個小傢伙啦 我們還是不要太輕易 上個塔好了 他剩4%欸 再揮個幾下就要 他就 他就要掰了欸 最揮刀 呀 掰 叢林 轟命 我來看一下啊 呃他掉一把劍 始祖劍 使用者穿戴的盔甲越小 造成的傷害越高 蛤 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劍 而且 也太 也太M了吧 穿得越少 攻擊越高 這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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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嗎 欸真的欸 傷害直接到20欸 所以我 我沒有穿的話 傷害是20欸 蛤 穿起來的話 傷害是 喔 所以穿得越少 傷害越高 這 這是在叫人家做極限挑戰吧 這個 可是好酷喔 可是好酷喔 他可以依照 他可以依照 那個傷害量去調整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酷的啦 這把劍還蠻酷的啦 我們順便 呃 我是想說我們順便 把那個講座給擺回去 我們來看一下 可愛的小傢伙 究竟長得有多可愛呢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好 他好小 他很像玩具小模型 如果他有出模型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可能會 收集一下這樣 我覺得我可能會擺在家裡面 做一下裝置 我覺得蠻好看的啊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蠻好看的啊 來吧 下一個位置就是你啦 1 2 3 欸奇怪啊他 好喔 我真的有點看不太懂 他的模型到底是 大小是怎麼設計的 他現實是最小的 但是他 模型中是最大的 我不知道 但 我覺得他還是很可愛 好的 那麼就很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 再來去別的世界探險吧 影片結帳啦 掰掰